哎,大家好,今天呢,带大家体验一下啊,在动物园怎么喂动物的那种感觉啊,我好了,哎,别吃草了,干妈的有啥可吃的呀,今天给你整点好东西,那么也是第一次啊,准备喂兔子吃一点这个新鲜的蔬菜了,啊,弄了点芹菜,然后呢,先把它洗干净,好了,哎,大家可以猜一下啊,他会不会喜欢吃,哎,他现在肯定是比较害怕,因为没见过这种东西, 觉得会吃的朋友,可以扣个仪啊,觉得不会吃的朋友,那就二一下子吧,不过我觉得,对吧,这新鲜的蔬菜啊,他肯定比那干妈的草要好吃的多,呃,嗯,给你个更嫩的心,来,你,嗯,你扭头是什么意思, 这有点过分了,我去市场买芹菜,然后,本来是两块钱一斤啊,人两块钱一斤还不卖,最低,最低就五块钱才能卖,我说买了一大堆秦呢,回来,回来,你不吃是不是, 这给你吃好东西不吃啊,那可能扒了你那个球,啊,好了,朋友们,那个在最后的最后呢,嗯,兔子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啊,他会吃上两口,但是,呃,也并不是那么的喜欢吃,嗯,不过,哎,听他吃菜这个声音,嗯, 还,还是,还是很不错的啊,哎,哎,哎,再吃两口,大哥,大哥,白买了,妈的,这费老大劲,吃东西还得求着你啊,行,你等着的啊,我要放大招的,嗯,好了,朋友们,那么可能是,哎,兔子比较挑食啊,的,不太喜欢芹菜的味道,那么不知道你们啊,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喜欢吃的蔬菜,或者是比特别反感的蔬菜啊, 比如说,刚才那个西洋菜啊,对吧,也是非常容易引起爭议的,然后基于这种情况,哎,我准备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啊,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艺,我会重啊,对不对啊,那,作为这个,那这芹菜就算了啊,妈的,不吃,嗯,跟你吃菜,你不吃,你可能吃纸,你兔子这么烦人呢,跟你们讲啊,我就是准备下一步大棋,我先让兔子把这些菜吃掉啊, 让它先在内部入个味儿,然后,等它养肥之后,对吧,那马上过年了,你们懂的啊,我们这边还有一袋小麦,小麦,小麦,小麦可以种啊,很便宜啊,这些种子都很便宜,然后呢,哎,你们可以看我种草,如果能种出来的话呢,大家,如果有养宠物,大家或者有养猫啊,之类的啊,都可以咱们一起来种,嗯,不知道能不能行,啊,我试一下,然后这个种草的视频呢,咱们后续再让给大家更新吧, 行,你憋个人,你说这种子,对吧,这种子来之不易啊,这非常重要的,给你吃菜不吃,你可能吃纸,行啊,这个视频呢,给大家带到这儿了啊,我准备要去做我的农民了,那么,大家如果喜欢的话,啊,可以点一个三连,之后呢,给大家发这个种菜的视频,啊,大家拜拜